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第23课关于阅读部分的学习 那么这个阅读部分呢,大家会要是翻了课本的话 会发现它是一篇这个演讲稿 是一个主任,或者说是一个系主任或院长 对新生们所做的一个演讲 那么在这个正式学习的阅读课文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课文当中会涉及到的一些这个生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生词 第一个是一个动词表示思考,思想思考 这个动词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过去事情是 大家要尤其注意到什么第二字母上面是有点音符号的 所以在读音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 现在是 那么通常这个表当中就生词表中没有完全列出来 其实呢,这个思考这个动词 它一般会和这个借词比连在一起共同使用 这样子,思考着什么什么样的内容 第二个动词叫依靠,依赖 可能说依靠某个人,依赖于某个人 或者说某个东西会依赖于某个东西而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词,依赖于某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词的过去事情是 变得什么怎么样,把什么什么当做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动词呢,它就相对来说使用的时候比较灵活 意思呢,是比较宽泛的啊 但是它大体上会是适应于这两个意思 那么具体是怎样运用 我们可以在具体的这个文章和句子当中来看 好,首先看它的过去事情是 Jale 现在是 Yajalu 此根 Jalen 后面是一个积物动词 加上Ishayakade 也就是表示说这个动词是一个双宾语 对吧,可以同时接两个宾语的一个动词 好,再往下看下一个动词,叫推迟,拖延,延误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约定的日期 往后推一推,来推一下 然后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是我们自己主观上面把它拖延了,拖后了 或者说这个是航班延误了 飞机这个,或者是火车,什么什么 时间上面的延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词的过去事情是 那么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动词当中是有点音符号的 在读音的时候要注意 Ahora 现在是 Yuakhiru 然后此根 它akhiran 后面加上Ishayakade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动词它也是一个什么 可以接两个宾语的动词 即可以接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再接一个什么事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 好,再往下看 下一个动词叫消遣娱乐 那么通常比如说我们就是说 做一些打些游戏啊 逛个街啊 购个物啊 然后做个美容啊 然后去唱个K啊 就这样子啊 表示娱乐性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词的过去是形式 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词它其实形式还比较特殊的啊 首先它的过去是是 Lahai 那么可能单独在剧当中直接出现 我们还能还可能说把它理解成什么其他的意思不 可能理解成说属于他的是他的 对吧 女的他的那个意思 但是本身这个词它的形态就比较特殊 那么在这一课的语法部分呢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些关于动词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一块呢 就大家当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动词来记忆就好 现在是Yalhu 大家要注意最后这个词是一个长音的合口符号 Yalhu 接着是词根 Lahuan Lahuan 好再往下看 下一个叫准备培养 那么第一可能说准备做某件事情 准备出发 准备为什么什么做一个筹备活动做个筹备 那么此外呢 它还有一个词叫培养 就是培养某个能力啊 培养某个兴趣啊 这个时候 两个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的过去是 Ialhu 注意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字母上面是有谍音符号的 第二个 第二个啊 是它的现在是 Yu'i Du 接着词根 Yalhu Dedun 后面加上Ishai 是宾语 也就是说某人准备什么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那个东西 某人培养了什么什么能力啊 什么什么内容 好 再往下看 下一个形容词 良好的 品行端正的好人啊 这时候通常说 你是个好人啊 或者怎么说啊 可以用到这个词 而且通常呢 在大家或许 接触一些阿拉伯人会发现 他们的名字当中会有这个词的 啊 这个词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人的人名的 好 首先看它的单数的阳性形式 Sorihun Sorihun 接着它的音性 Mu'anath Sorihatun 这是它的音性形式 好 再往下看最后一个词叫 名词 利益益处 比如说我们在经济市场当中 啊 市场当中追求的肯定是利益最大化 那么或者说我们做锻炼 或者看书 呃 旅行是想要从中受益啊 得到一些益处 吃一些粗粮 良好的饮食搭配 也是为了得到一些益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 能够有些增进 增益啊 有这样几个意思 那么首先看一下它的单数形式 Sorihatun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名词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然后复述 Ajama Fa wa i du Fa wa i du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阅读部分的生词 不是很多 就这八个词 我们从头来一起读一下 然后瞬间的记一下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阅读部分的练习 Faqqara Yufakiru Tafqiran Yatamada Yatamidu Yatimadan Ala Ja'ala Yaj'alu Ja'alan Yatamidu Ja'ala Yatamidu Yatadad la Yatamidu Calihan Yatam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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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阅读部分 那么既然是阅读的话 那么它就是什么 重在于练习读 是吧 所以呢这一块我会通篇的 为大家从头到尾的 把它全部都读下来 然后再分解性的 讲解一些重点的内容 大家在这过程当中 最好做好充足的笔记工作 这样方便大家 能够在学习的时候提高效率 尽快的寄予好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好 首先这个阅读部分的标题叫 可以说是 算是叫院长的一封信 院长的话 院长写给这个同学们的什么一封信 孩子们的一封信 这样的意思 好 下面我为大家先读一下 不好意思这里我重读一下 在学习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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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的一封信 然后相当于他的格式呢 是一个信件的格式 可以看到有这个开头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那么一般在信件的开头呢 我们会说明这个信件 是写给谁的 那这里边 就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不论他的附属 孩子 孩子们 那么主任或者院长 他们是可能把自己的学生 称之为孩子们的 这样的表达 那我的孩子们 然后后面的形容词 我亲爱的孩子们 这是哈多拉 他的这个什么 第二人称 复数的 你们 你们来到 你们来自 你们来自什么呢 你们来自不同的省份 然后 目的在于 那这里面 用的是这个复数 他迎合的是前面 安通 这个人称你们 你们是为了学习 是因为来这里 学习阿拉伯语的 那么这里边 因为在 这个词的后边 表示原因 目的诏语 所以后边这个 现在是动词的 9要去掉 但是要保留 作为保护的 大家用这个细节 要注意到 好 再往下 学习阿拉伯语 以及呢 本身这个词 它的单数是 是科学 学科 单指一门 那么通常 也不代表说 只是学习一门 一个专业 一个学科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用 复数 表示其他的一些课程 目的在于什么呢 去掉了 而且要 加一个保护的 是为了获得 他们这些 固定的搭配 是为了获得什么呢 这端语是什么 大学文凭 本身这词是由 学历文凭 它的这个 单数变化而来的 它这是 复数形式 后面呢 用大学的 这个派生的形式 来加以修饰 所以这个端语 意思为大学文凭 所以这句话 也就表示说 你们来自于 不同的省份 也可以翻译的说 你们来自五湖四海 来到这里 是为了学习 阿拉伯语 和其他的一些课程 为了能够获得 大学的文凭 那么你们当中的 许多人 那么这里边 既然提到 是空是很多的人 所以这个后面呢 用的 所要用的这个动词 也要是一个 复数的概念 因为既然是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就不可能是 单个的人 对吧 所以这里用的是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会问 一个问题 或者说问我们 你怎么能够从学习当中 成功脱颖而出 并且在这里呢 就说学业和生活 双丰收 所以这句话整合下 就是说 你们当中的人 一些人会问 在这里 你如何获得 生活和学习上的 双丰收呢 就算了 就算了